快脆簡單的五香滷水蛋 首先準備幾隻剛剛撿回來的鴕鳥蛋 用中火煮五分鐘 煮熟攤凍 用匙巾輕輕烤爛殼殼 讓它容易入味 之後倒入清水蓋過面 加入冰糖、乾辣椒 一包五香滷料 放點鹽、山抽、老抽調味 細火煮它半個小時 之後再三火浸到它半個小時入味 這樣就可以了 香噴噴更好吃的茶葉蛋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快脆簡單的五香滷水蛋 首先準備幾隻剛剛撿回來的鴕鳥蛋 用中火煮五分鐘 煮熟攤凍 用匙巾輕輕烤爛殼殼 讓它容易入味 之後倒入清水蓋過面 加入冰糖、乾辣椒 一包五香滷料 放點鹽、山抽、老抽調味 細火煮它半個小時 之後再三火浸到它半個小時入味 這樣就可以了 香噴噴更好吃的茶葉蛋 怎樣可以做到一個快脆簡單的五香滷水蛋 首先準備幾隻剛剛撿回來的鴕鳥蛋 用中火煮五分鐘 煮熟攤凍 用匙巾輕輕烤爛殼殼殼 讓它容易入味 之後倒入清水蓋過面 加入冰糖、乾辣椒 一包五香滷料 放點鹽、山抽、老抽調味 細火煮它半個小時 之後再三火浸到它半個小時入味 這樣就可以了 又有讓它、冰糖、皮膚、雷炸、雷炯